历代至下,第一章,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兼顾,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 于是,所罗门小遇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组长都来。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积辩的高丘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墓,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只是,神的约会,大魏已经从激烈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会制搭了账目。 并且,霍尔的孙子,无力的儿子比萨列所造的同坛,也在激变耶和华的会墓前。 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岛,耶和华面前会墓的同坛那里,现了繁祭一千。 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圣魔,你可以求。 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赴大魏大师慈爱,使我揭许他作王。 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赴大魏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作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沉沙那样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 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才,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命。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才,丰富,尊荣。 在你以前的猎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像这样的。 于是,所罗门从积变高地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做以色猎王。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米,安置在屯车的城义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谷中的桑树。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并系马煞,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系马煞来的。 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七百摄克勒,马每匹一百五十摄克勒。 赫仁诸王和叙利亚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历代至下,第二章。 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工事。 所罗门就挑选七万扛台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三千六百都工的。 所罗门差人去献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副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 看啊,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卫生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每香,常摆陈舍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术,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圣洁献凡尽。 这是以色列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志大超乎诸神。 天和诸天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 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 不过在他面前烧凡计而已,现在求你拆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非红色,蓝色,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副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 要求你从黎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 看啊,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 看啊,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戈尔,大麦二万戈尔,九二万罢特,有二万罢特。 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工事。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 士旦之派女子的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戏码,飞红色,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 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 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炸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外人,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名。 使七万人扛台材料,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三千六百人都里工作。 历代至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赴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二南的河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 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六十轴,宽二十轴,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墙前的浪子长二十轴,与垫的宽窄一样,高一百二十轴,里面贴上纯金。 大垫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墙,使垫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八瓦音的金子。 又用金子贴垫合垫的栋梁,门框,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禄帛。 又建造智圣所,长二十轴,与垫的宽窄一样,宽也是二十轴,贴上金金,共用金子六百它连得。 金钉重五十摄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 在智圣所按造像的法子,造两个基禄帛,用金子包裹。 两个基禄帛的翅膀,共长二十轴。 这基禄帛的一个翅膀长五肘,挨着垫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与那基禄帛翅膀相接。 那基禄帛的一个翅膀长五肘,挨着垫那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与这基禄帛的翅膀相接。 两个基禄帛张开翅膀,共长二十肘,面向里面而立。 又用蓝色、紫色、飞红色和细麻制帛子在旗上绣出基禄帛来。 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三十五肘,每柱顶高五肘。 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一百石榴,安在链子上。 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 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斯。 历代至下,第四丈。 他又制造一座铜潭,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十肘。 又住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净十肘,为三十肘。 海以下的周围,有牛的样式,每肘十个,共有两行,是驻海的时候驻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陀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 海后一掌,便如碑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三千八特。 又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在右边,五个放在左边,献凡记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还是为祭司沐浴的。 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烛台放在殿里,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 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五张在右边,五张在左边,又造一百个金盆。 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 江海安在朝东的右边,与南边相对。 忽兰又造了锅,铲,盘。 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宫。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 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 盆座和旗上的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锅,铲子,肉叉子,鱼,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护兰用光亮的铜位所罗门王造成的。 是在约旦平原书戈和撒利,但中间即焦泥铸成的。 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 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柄的桌子,并纯金的竹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燃在内殿前。 花和灯盏,并辣茧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 又用纯金制造镊子,盘子,吊羹,香炉,至于殿门和至圣之处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精金做的。 历代至下,第五章。 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附大卫分叠卫盛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 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 以色列众长老来到,立位人便抬起约柜。 祭司立位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魏祭,多得不可胜数。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进到至圣之处,就是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 他们把约柜的杠抽出,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当时,所有的祭司出圣地的时候,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字节,并不分班共职。 歌唱的立位人亚萨、西曼、耶独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弹的东边。 敲伯、骨色、弹琴,同桌他们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卫衣,赞美感谢耶和华。 吹号,敲伯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未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旨,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历代至下,第六章。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王转脸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赴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那日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之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我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治理我民以色列的。 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民建殿。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利益要为我的民建殿,这意思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民建殿。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说的话,因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民建造了殿。 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 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 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 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眼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 只是,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 看啊,天和诸天之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垂顾你仆人的祷告呼求,抚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位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你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饶恕。 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启事,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启事。 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礼,照他的一赏赐他。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 求你从诸天垂听,饶恕你民以色列的罪,领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 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饶恕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荡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与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汗风,煤烂,蝗虫,毛虫,或有仇敌犯境,围困成义,无论遭遇慎魔,灾祸疾病。 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慎魔,祷告慎魔。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饶朔,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地待他们,唯有你知道是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 论道不属你民以色列,却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绑壁,从远方而来的外邦人。 他们若来,在这殿里祷告。 求你从诸天,从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地上众民都认识你的名。 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成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从诸天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鲁道或远或近之地。 他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灰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叛逆了,我们作恶了。 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兴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成,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从诸天,从你的居所,垂听你名的祷告祈求,为他们深渊,饶恕他们的罪过。 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贵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 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高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历代至下,抵七章,所罗门祈祷已毕,就由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繁祭和别的祭。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电,所以祭司不能进耶和华的电。 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电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屈身脸浮在铺石地,又敬拜。 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未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二万二千,扬十二万献祭。 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 祭司势力各共其职,历位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极历位人送赞耶和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 所罗门又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凡祭,宿祭和之友,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未胜,在那里献凡祭和平安寄生的之友。 当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进入哈马的入口,直到埃及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首节七日。 第八天设立严肃会,行奉献谈的礼七日,首节七日。 7月23日,王遣散众敏,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公,再,耶和华殿和王公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语。 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己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饶恕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现在我已选择这点,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涌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夫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夫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列国中做俗坛,被击翘。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像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众别神,敬拜侍奉他们。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历代至下,第八章,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二十年才完毕了。 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义,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供取了那地方。 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积货城,又建造上坡,荷伦,下坡荷伦座位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 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积货城,并囤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 至于部署以色列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等众民,就是国中所剩下,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进贡的,直到今日。 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仆人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 所罗门王有250都宫的监管宫人。 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 耶和华约贵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郎子前他所住的坛上,与耶和华献凡祭。 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说,并一年三圣节,就是除教节、七七节、祝彭节,照每日所定之分献为祭。 所罗门照着他副大卫所定的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共几世,又使立位人各尽其职。 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作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个门, 因为神的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 王所吩咐众祭司和立位人的,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他们都不违背。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功了俱备。 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 那时,所罗门王以东地靠海的一巡,加别和一路去。 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 他们同驻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四百五十他连德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历代至下,第九章。 是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 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与所罗门谈论。 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 是巴女王献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公式。 席上的真羞美味,群臣分裂而作,仆人两旁势力,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证和酒证的衣服装饰,又献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零部附体。 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线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不料还不到一半,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 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势力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 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 于是是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 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色,尤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所罗门王暗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送给他。 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 另外,还有商人所尽的金子,并且阿拉伯诸王与蜀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 所罗门王用垂出来的金子,打成党牌二百面,每面用金子六百摄克勒。 又用垂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百摄克勒,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纯金包裹。 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 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一切的隐气都是金的,离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纯金的,没有一样是银子做的。 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神魔,因为王的传之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失去,他使传之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地上的猎王。 地上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安置在他心里的智慧的话。 他们各代共武,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棚,有马兵一万二千,安置在屯车的城义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 所罗门同管诸王,从大河到菲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百木多如低地的桑树。 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 所罗门其余的是,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丹的书上和世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 并先见伊多伦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一项书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亡贡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 他儿子罗伯安皆许他作王。 历代至下,第十章。 罗伯安往事件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作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 耶罗伯安就和以色列众人来献罗伯安,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 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天再来献我吧,您就去了。 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甚魔主意, 我好回复这面。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 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甚魔主意,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王要回答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天再来献我的那话,第三天他们果然来了。 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是乃出于神,未要应验,耶和华及世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献王不依从他们,就回答王说,我们与大魏有甚么分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关设。 以色列啊,各回个家去吧。 大魏啊,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住在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那时,罗伯安王差遣掌管共享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以色列背叛大魏家,直到今日。 历代至下,第十一章。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变亚敏家, 共十八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 要与以色列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的人是玛雅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合住犹大, 变亚敏的以色列众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 各归各家去吧。 因为这是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 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 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 在犹大地修筑坚固城, 为保障修筑玛利恒, 以坦,提戈亚, 伯素, 梭戈, 亚赌兰, 加特, 玛丽莎, 西弗, 亚多莱因, 拉吉, 亚西加, 索拉, 亚雅伦, 西伯伦, 这都是犹大和汴雅敏的坚固城。 罗伯安又坚固各处的保障, 在其中安置军长, 又预备下粮食, 油, 酒, 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合枪, 且使成极其坚固。 犹大和汴雅敏都归了他。 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立伟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 立伟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 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 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弃绝他们, 不许他们供祭司执分侍奉耶和华。 耶罗伯安为众高丘, 为鬼魔, 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 以色列各支派中, 凡立定心意寻求, 耶和华, 以色列, 神的都随从立伟人, 来到耶路撒冷祭祀,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这样, 就兼顾犹大国, 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 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 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默的女儿马哈拉为妻, 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还未妻, 从他生了几个儿子, 就是耶乌师, 士玛利亚, 撒罕。 后来又娶压沙龙的女儿马加, 从他生了亚比亚, 亚太, 喜撒, 使罗密。 罗伯安娶世八个妻, 立六十个妾, 生二十八个儿子, 六十个女儿, 他却爱压沙龙的女儿马加, 比爱别的妻妻更甚。 罗伯安立马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 在他弟兄中未首, 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 罗伯安办事精明, 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河遍雅敏全地各坚固城里, 又赐他们许多粮食。 他又多寻妻子。 历代至下, 第十二章, 罗伯安的国坚力, 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世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 世撒带战车一千二百辆, 马兵六万, 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 苏籍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多得不可胜数。 他供取了犹大的坚固城, 就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 犹大的首领因为世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有先知是玛雅去线罗伯安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使你们落在世撒手里。 于是, 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己谦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献他们自己谦卑,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世玛雅说, 他们既自己谦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必使他们略得拯救, 我不借着世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 然而, 他们必做世撒的仆人, 好教他们知道, 服侍我与服侍外邦列国有何分别? 于是, 埃及王室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 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同盾牌, 代替那金盾牌, 交给守王宫们的护卫常看守。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 护卫兵就拿这盾牌, 随后仍将盾牌送回, 放在护卫房。 王自己谦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 不将他灭尽, 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 罗伯安王自强, 在耶路撒冷作王。 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 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之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作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 名叫拿马, 是亚门人。 罗伯安行恶, 因他不利定心意寻求, 耶和华。 罗伯安所行的事, 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识玛雅和先见异多的史记上吗?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税,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比亚接许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十三章, 耶罗伯安王十八年, 亚比亚登基作尤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盖亚, 是基比亚人乌烈的女儿。 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有一次, 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四十万百镇, 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十万, 对亚比亚百镇。 亚比亚站在以法连山地中的喜马连山上, 说, 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啊, 要听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 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匪徒就是比列的儿女聚集跟从他, 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 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也甚多, 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 当作众神的金牛犊。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立位人吗? 不是照着列国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何人千亿之公牛犊, 七之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做虚无之众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 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 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每日早晚向, 耶和华献凡祭, 烧美香, 又在纯金的桌子上摆尘设饼, 又有金烛台和灯盏, 每晚燃起,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 唯有你们离弃了他。 看啊, 率领我们的是神, 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耶罗波安却在犹大的后头设伏兵, 这样, 以色列人在犹大的前头伏兵在犹大的后头。 犹大回头观看, 现前后都有敌兵,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羽游大面前。 以色列人在犹大面前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 那时, 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 供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室, 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室, 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室。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 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渐渐强盛, 娶妻十四个,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是, 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异多的传上。 历代至下, 第十四章, 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撒皆许他作王。 亚撒年间, 国中太平十年。 亚撒行, 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未善未正的事, 除掉外邦众神的坛和众高丘, 打碎众像, 砍下树丛。 吩咐犹大寻求,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 诫命。 他又在犹大个诚意, 除掉众高丘和众像, 那时在他面前, 国享太平。 又在犹大, 建造了几座坚固城。 国中太平数年, 没有战争, 因为耶和华赐他安息。 他就对犹大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城义, 四围柱墙, 盖楼, 安门, 左栓, 地还属我们, 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既寻求他, 他就赐我们四景平安。 他们于是建造城义, 诸实亨通。 亚撒的军兵, 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三十万人, 出自汴亚敏拿盾牌拉弓的二十八万人。 这都是大能的勇士。 由埃塞俄比亚王谢拉, 率领军兵一百万, 战车三百辆, 出来攻击犹大人, 到了玛丽莎。 于是, 亚撒出去与他迎敌, 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 彼此摆阵。 亚撒呼求, 耶和华他的神说, 耶和华呀, 要是蒙你帮助, 不管他们是人多的, 是无力的, 也算不得慎魔。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呀,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于是, 耶和华使埃塞俄比亚人, 败在亚撒和犹大面前, 埃塞俄比亚人就逃跑了。 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 直到基拉尔。 埃塞俄比亚人被杀得甚多, 不能再强盛, 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 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 又打破基拉尔四维的诚意, 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 犹大人又将所有的成鲁掠以空, 因其中的财物甚多。 又毁坏了群处的眷, 夺取羊和许多的骆驼,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历代至下第十五章, 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 他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便雅敏众人啊,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以色列没有真, 神没有训会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 已经好久了。 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归向,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那时, 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这国毁灭那国, 这城毁灭那城, 互相破坏, 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 现在你们要刚强, 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亚撒听见这些话, 和阿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 就壮起胆来, 在犹大, 遍雅敏全地, 并以法连山地所夺的个城, 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 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 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亚撒又招聚犹大, 遍雅敏的众人, 并他们中间为外人的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西缅人, 有许多以色列人归向亚撒, 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亚撒十五年三月, 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当时, 他们从所取的卤物中, 将牛七百只, 扬七千只献给耶和华。 他们就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寻求,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凡不寻求,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 男女必被致死。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号吹脚, 向耶和华启事。 由大众人为所起的是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启事, 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赐他们四尽平安。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 因他在树丛中造了一个偶像。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倒得粉碎,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仲高丘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 然而亚撒的心一生完全。 亚撒将他父所分别卫胜, 与自己所分别卫胜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 从这时, 直到亚撒三十五年都没有征战的事。 历代至下第十六章, 亚撒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 送与驻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王便哈达, 说, 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 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便, 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诚意。 他们就攻破以云, 但亚伯马因和拿夫塔利一切地激活成。 巴沙听见就停工, 不休逐拉玛了。 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 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 木头都运去, 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 那时, 先见哈纳尼来线犹大王亚撒, 对他说, 因你仰赖叙利亚王, 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叙利亚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 埃塞俄比亚人, 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 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仰赖耶和华, 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便插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中完全的人。 你这是行的愚昧, 此后, 你必有征战的事。 亚撒因此恼恨先见, 将他囚在监里。 那时, 亚撒也欺压一些人民。 亚撒所行的事, 自始至终都正写在 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撒作王三十九年, 他脚上有病而且慎重。 病的时候没有求, 耶和华只求医生。 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 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 放在床上, 其床堆满各样新香的香料, 就是暗座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 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 历代至下, 第十七章,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 揭许他作王, 奋勇自强, 防备以色列。 他又安置军兵, 在犹大一切兼顾城里, 又安置防兵, 在犹大帝和他赴亚撒所得以法联的诚意中。 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 不寻求诸巴力, 只寻求耶和华他父亲的神, 遵行他的诫命, 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 所以, 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犹大众人给他进贡,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产。 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 并且他从犹大除掉一切种高丘和树从。 他作王第三年, 就差遣臣子汴海伊勒, 俄巴迪, 撒加利亚, 拿坦叶, 米盖亚往犹大个城去教训百姓。 同住他们有利未人士玛雅, 尼探雅, 西巴蒂雅, 亚撒黑, 士米拉莫, 约拿丹, 亚多尼亚, 多比亚, 托巴多尼亚, 又有祭司以利沙玛, 约兰同住他们。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个城教训百姓。 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胜恐惧, 不敢与约沙法征战。 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 那供饮。 阿拉伯人也送他供绵羊七千七百只, 供山羊七千七百只。 约沙法日渐强大, 在犹大建造城垒和积祸城。 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 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 就是大能的勇士。 他们的数目按照附加记在下面, 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卫首率领大能的勇士三十万。 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南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八万。 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马斯亚, 他为耶和华献上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万。 遍雅民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二十万。 其次是约沙法率领预备打仗的十八万。 这都是伺候王的, 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 历代至下, 第十八章,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产, 就与亚哈结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献亚哈。 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拉末基列。 以色列王亚哈问由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拉末基列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必与你同去征战。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 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们上去攻取拉末基列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 耶和华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急语, 常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官长来, 说, 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入口的空场上, 各穿巢服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级拿拿的儿子西底夹造了两个铁角,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角抵触叙利亚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拉莫基列去, 必得亨通, 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赵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 你看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几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几言。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圣魔我就说圣魔。 米盖亚到王面前, 王对他说, 米盖亚啊, 我们上去攻取拉莫, 激烈可以不可以? 他说, 可以上去必得亨通,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裁缝, 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民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吉语, 单说凶言吗? 米盖亚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大军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拉莫激烈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 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要在他众仙之口中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看啊,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 基纳拿的儿子西底加前来打米盖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 临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米盖亚说, 看啊, 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盖亚带回, 交给成都亚们和王的儿子约阿世,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尖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米盖亚说, 你若真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及我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拉末激烈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换装束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符, 于是以色列王改换装束, 他们就上阵去了。 先是叙利亚王吩咐车兵长说, 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争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与他争战。 约沙法一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 车兵长县不是以色列王, 他们又转去, 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弓,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王队赶车地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那我出阵吧。 那日阵势越战越猛,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 抵挡叙利亚人, 直到晚上。 约在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历代至下, 第十九章, 由大王约沙法, 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 到宫里去了。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护出来迎接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不敬钱之人, 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 然而你还有善行, 以你从国中除掉数从, 立定心意寻求, 神。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 以后又出寻民间, 从别是巴直到以法连山地, 引导民归下,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 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谨慎办事。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罪孽, 不偏待人, 也不受贿赂。 约沙法从立位仁和祭司, 并以色列族常中派定人, 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 听民间的征颂,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沙法嘱咐他们说,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 忠心并已完全的心办事。 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 若有征颂的事来到你们这里, 或为流血, 或犯律法, 诫命, 律例, 典章, 你们要警戒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 和你们的弟兄, 这样行, 你们就没有罪了。 看啊, 凡蜀, 耶和华的事, 有祭司长亚玛利亚管理你们, 凡蜀王的事, 有犹大支派的族长, 以使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 在你们面前, 有利位人做官长, 你们应当壮胆办事, 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 历代至下, 第二十章, 此后, 摩押人和亚门人, 又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 从海外叙利亚那边, 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他们, 在哈喜训, 他妈, 就是隐基地。 约沙法便惧怕, 定义寻求, 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进士, 于是犹大聚会, 求, 耶和华帮助, 由大个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心愿前, 说, 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 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 神吗? 你不是一交诸国的主宰吗? 在你手中, 不是有大能大力, 无人能抵挡你吗? 我们的, 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们以色列面前, 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敌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为业吗? 他们住在这地, 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 说, 倘有祸患临到我们, 或刀兵栽殃, 或瘟疫饥荒, 我们在急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 你避垂听而拯救, 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 看啊, 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你不容以色列侵犯亚门人, 摩押人和希尔山人,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 不灭绝他们, 我说看啊,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要来驱逐我们, 处理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我们畏业之地, 我们的, 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 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丹仰望你, 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 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是耶和华的, 临在会中临到立位仁亚撒的后裔, 马探雅的玄孙, 耶利的曾孙, 比拿雅的孙子, 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希,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 看啊, 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夕的尽头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阵站着, 看, 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初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就叩头, 脸浮于地,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敬拜耶和华, 戈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都起来, 在高处用大声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次日清早, 众人起来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犹大和你们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宋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 耶和华说, 荡赞美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沙, 那来攻击犹大的亚门人, 摩押人和希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 击杀住希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 犹大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显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 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手中献了许多财物, 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 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 第四天, 众人聚集在比拉加古,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 那地方名叫比拉加古, 直到今日,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吹号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列邦诸国听见, 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甚惧怕, 神, 这样, 约沙法的国德享太平, 因为神赐他四景平安, 约沙法座犹大王, 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是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效法他富亚撒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事, 只是众高丘还没有废去, 因百姓还没有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列祖的神, 约沙法其余的是, 自始至终都正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和的书上, 也载入以色列诸王记上, 此后, 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 亚哈谢行恶太甚, 二王合伙造船, 要往他失去, 他们便在以寻加别造船, 那时玛丽莎人, 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 向约沙法预言说, 因你与亚哈谢交好, 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失去了, 历代至下, 第二十一章, 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 接许他作王, 约兰有几个弟兄, 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撒利亚, 耶谢, 撒加利亚, 亚撒利亚, 米加勒, 士法提亚, 这都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 财宝和犹大帝的坚固城赐给他们, 但将国赐给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约兰兴起做他父的国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 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与亚哈家一样, 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魏所立的约, 不肯灭大魏的家, 照他所应许的, 永远赐灯光与大魏和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 夜间起来, 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场, 这样,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因为约兰离弃了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他又在尤大珠山建筑众高丘,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犯邪淫, 并且勉强犹大, 先知以利亚达信与约兰说, 耶和华你祖大魏的, 神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 你赋予杀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 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像亚哈加一样, 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弟兄, 看啊, 耶和华要将大灾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 儿女, 并你一切所有的, 你的肠子必患病, 日加沉重, 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 并且, 耶和华激动非力士人和靠近埃塞俄比亚的阿拉伯人的心灵来攻击约兰, 他们上来攻击犹大, 侵入境内, 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 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之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使约兰的长子患不能医治的病, 他患此病缠绵日久, 过了二年, 长子坠落下来, 病重而死, 他的民没有为他烧肾魔物件, 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去世无人私墓, 众人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历代至下, 第二十二章, 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 接许他做王, 因为跟随阿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 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 这样, 由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 亚哈谢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暗地的孙女, 亚哈谢也行亚哈加的道, 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 使他行恶,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是, 像亚哈加一样, 因他父亲死后, 有亚哈加的人给他主谋, 以致败坏, 他听从亚哈加的计谋, 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 约兰王拉莫激烈去, 与叙利亚王哈薛征战, 叙利亚人击伤了约兰, 约兰回到耶色列, 为要医治在拉莫与叙利亚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亚,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就下到耶色列看望他, 亚哈谢去献约兰就被害了, 这是出乎, 神, 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名士的孙子耶护, 这耶护是耶和华所高使他捡出亚哈加的, 耶护讨亚哈加罪的时候, 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 就把他们都杀了, 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护寻找他, 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护那里, 就杀了他将他葬买, 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杀法的儿子, 这样亚哈谢的家无力保守国权,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献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 但王的女儿约是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 于是巴士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 祭祀耶和耶大的妻, 他收藏约阿施, 躲避亚他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施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六年, 亚他利亚篡了国位, 历代治下第23章, 第7年, 耶和耶大奋勇自强, 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 约哈南的儿子以什玛利, 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 亚大雅的儿子马西亚, 希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赵来, 与他们立约, 他们走遍犹大, 从犹大个城里, 招聚立位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 会众在神殿里与王立约, 耶和耶大对他们说, 看啊, 王的儿子必当作王, 正如耶和华指着大魏子孙所应许的话, 又说, 你们当这样行, 祭司和立位人凡, 安息日进班的, 三分之一要把守个门, 三分之一要在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姬子门, 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除了祭司和供职的立位人之外, 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 唯独他们可以进去, 因为他们圣洁, 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立位人要手中各拿兵器, 似为护卫王, 凡善入殿雨的, 必当致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立位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 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 祭司耶和耶大变将, 神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 挡牌, 盾牌交给百夫长, 又分派众民手中各拿兵器, 在弹河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围, 于是领王子出来, 给他戴上冠冕, 将律法书交给他, 礼他作王, 耶和耶大和众子高他, 众人说, 愿神庇佑我王, 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 就到民那里, 进耶和华的殿, 他观看, 县王站在殿入口的柱旁, 百夫长和吹号的人, 势力在王左右, 国民都欢乐吹号, 又有用各样乐器歌唱的, 并领人歌唱赞美的, 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 说反了, 反了, 祭司耶和耶大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 对他们说, 将他赶到班外, 反跟随他的, 必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 众兵就下手要拿他, 当他走到王宫旁马门的入口, 便在那里把他杀了, 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 都要做耶和华的面, 于是, 众民都到巴黎庙, 拆毁了庙, 打碎坛和下, 又在坛前将巴黎的祭司马坦杀了, 耶和耶大派官看守, 耶和华的殿, 是在祭司立位人手下, 这祭司立位人, 是大魏分派在耶和华殿中, 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给耶和华献凡记, 又按大魏所定的礼, 换了歌唱, 且设立守门的把守, 耶和华殿的个门, 无论为何事, 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 又率领百夫长和贵族, 与民间的官长, 并境内的众民, 请王从, 耶和华殿下来, 由上门进入王宫, 立王坐在国位上, 国民都欢乐, 合成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他利亚用刀杀了, 历代治下, 第24长, 约二师登基的时候年七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 是八人, 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行, 耶和华眼中看卫正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此后, 约阿师有意重修, 耶和华的殿, 他便召聚众祭司和立位人, 对他们说, 你们要往犹大个城去, 向以色列众人收据钱财, 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 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 只是立位人不急速办理, 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 对他说, 从前召,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之分父, 为作证的账母, 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 你为何不叫立位人召, 这里从犹大和耶路撒冷, 带来作殿的费用呢? 因为那厄夫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未胜的物供奉诸巴黎, 于是王下令, 众人做了一箱, 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他们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 要枪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加在以色列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 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 投入箱中直到捐完, 立位人现前多了, 就把箱抬到王所派的私事面前,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江湘倒空, 仍放在原处, 日日都是这样, 积蓄的钱甚多, 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就雇了石匠, 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铁匠, 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 工人操作, 渐渐修成, 像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 而且甚是坚固, 工程完了, 他们就把其余的钱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 用以制造, 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钓羹, 并金银的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繁寂, 耶和耶大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死的时候年一百三十岁, 人把耶和耶大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 因为他曾在以色列中行善, 又侍奉神修理他的殿,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他们离弃, 耶和华他们列祖, 神的殿去侍奉述从和偶像, 因他们这过犯, 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 引领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先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 那时, 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 已知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 就赵王的吩咐,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 约阿世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像自己所施的恩, 杀了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剑查深渊, 满了一年, 叙利亚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世, 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杀了民中的众首领, 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士阁王那里, 叙利亚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 叙利亚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他们就惩罚约阿世, 叙利亚人离开约阿世的时候, 他患重病, 臣仆背叛他, 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 杀他在床上, 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 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士米亚的儿子撒巴, 和摩押妇人士米利的儿子约撒巴, 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 并他重修, 神殿的事都正写在列王的传上, 他儿子亚马谢皆许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25章, 亚马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旦,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事, 只是心不完全, 国一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陈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女, 是赵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地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谢招聚尤大, 按着尤大和汴雅敏的宗族, 设立千夫长, 百夫长, 又数点人数, 从20岁以外, 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 共有30万, 又用银子一摆他连德, 从以色列招募了十万大能的勇士, 但有一个神的人来见亚马谢, 对他说, 王啊, 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 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以法联的后裔同在, 你若一定要去, 就奋勇征战吧, 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 因为神能助人得胜, 也能使人轻败, 亚马谢问, 神的人说, 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一摆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 神的人回答说, 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 于是, 亚马谢将那从以法连来的军兵分别出来, 叫他们回家去, 因此, 他们肾脑怒犹大, 气愤愤地回家去了, 亚马谢壮气胆来, 率领他的民道严谷, 杀了希尔人一万, 犹大人又升勤了一万, 带到山崖上, 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 以致他们都摔碎了, 但亚马谢所打发回去, 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攻打犹大个城, 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 杀了三千人, 抢了许多财物, 亚马谢杀了以东人回来, 就把希尔人的众神像带回, 立位自己的众神, 在他们面前叩拜烧香,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向亚马谢发作, 就拆一个先知去献他, 说, 这些神不能救他们的民, 脱离你的手, 你为何寻求他们呢? 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 王对他说, 谁立你做王的谋事呢? 你住口吧, 为何找打呢? 先知就止住了, 又说, 你行了这事, 不听从我的劝谏, 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 犹大王亚马谢与群臣商议, 就差遣使者去献耶护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世, 说, 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世差遣使者, 去献犹大王亚马谢, 说, 黎巴嫩的既差遣使者, 去献黎巴嫩的香柏树, 说, 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喂妻, 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祭践踏了。 你说, 看啊, 我打败了以东人, 你就心高气傲, 以致金矿, 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亚马谢却不肯听从, 这是出乎, 神, 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众神。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世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迈, 与犹大王亚马谢相见于战场。 犹大败在以色列面前, 他们就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世, 在博士迈寝住约哈斯的孙子, 约阿世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谢, 将他带到耶路撒冷,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四百丑。 又将俄别, 以东所看守, 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 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卫治, 救回撒玛利亚去了。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世死后, 犹大王约阿世的儿子亚马谢, 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谢其余的是, 字史至终不正都写在 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自从亚马谢离弃, 耶和华之后, 在耶路撒冷, 有人背叛他, 他就逃到垃圾, 叛党却打发人到垃圾, 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 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历代至下, 第二十六章, 犹大众民利亚马谢的儿子乌西亚, 皆许他父作王, 那是他年十六岁。 亚马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 乌西亚收回一路, 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 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乌西亚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是, 效法他父亚马谢一切所行的。 通晓, 神一想, 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乌西亚定义寻求神, 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使他亨通。 他出去攻击菲利士人, 拆毁了加特城, 雅比尼城和亚石突城, 在菲利士人中, 在亚石突境内又建筑了些城。 神帮助他攻击菲利士人, 和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 并米乌尼人。 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 甚至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入口, 因他力图自强。 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脚门和谷门, 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 且甚坚固。 又在荒漠, 滴滴和平原建筑望楼, 挖了许多景, 因他的牲畜甚多, 又在山地和加密, 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 因为他喜悦浓事。 乌西亚又有军兵, 赵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 在王的一个将军哈纳尼亚手下, 分队出战。 组长, 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 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万7500人, 都有大能, 善于征战, 帮助王攻击仇敌。 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 枪, 盔, 甲, 弓和甩石的机械。 又在耶路撒冷, 是巧匠座机器, 安在城楼和角楼上, 用以射箭发尸。 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甚是强盛。 他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以致败坏, 干贩, 耶和华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 祭司亚撒利亚率领, 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啊, 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之祭司的事, 你出圣殿吧, 因为你犯了罪, 你行这事, 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 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香炉要烧香, 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相谈旁众祭司面前, 额上忽然发出大麻疯, 祭司长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 献他额上发出大麻疯, 就催他出殿, 他自己也急速出去, 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疯直到死日, 因此住在别的宫里, 与耶和华的殿隔绝。 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乌西亚其余的是, 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 先至以赛亚所记的。 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亡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 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疯的。 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 历代治下第27章, 约坦登基的时候, 后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16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沙, 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 耶和华眼中看卫症的是, 效法他赴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 百姓还行败坏的事。 约坦建立, 耶和华殿的上门, 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 又在由大山地建造成意, 在树林中建筑成垒和高楼。 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 当年他们进贡银一百他连德, 小麦一万戈尔, 大麦一万戈尔, 第二年, 第三年也是这样。 约坦在, 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 以致日欲见强盛。 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 并他的行为,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猎王记上。 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16年,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哈斯接许他座王。 历代至下, 第二十八章,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16年, 他却不向他祖大卫行, 耶和华眼中看卫正的事, 因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又铸造众巴利的像, 并且在心嫩子骨烧香, 用火焚烧他的儿女, 行,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异交之民, 那可增的事。 并他在种高丘, 山岗上, 各清脆树下, 献及烧香。 所以, 耶和华他的, 神将他交在叙利亚王手里, 叙利亚王打败他, 掳了他许多的民, 带到大马士阁去。 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 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犹大一日杀了十二万, 都是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有一个以法联中的勇士, 名叫希基利, 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 和管理王公的亚斯利干, 定宰相以利加拿。 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 连妇人戴儿女共有二十万, 又掠了许多的财物, 带到撒玛利亚去了。 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 名叫俄德, 他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 对他们说, 看啊, 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 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竟怒气冲天, 大行杀戮。 如今, 你们又有一抢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做你们的奴婢, 你们岂不也有得罪, 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 现在你们当听我说, 要将鲁来的弟兄释放回去, 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 于是, 以法连人的几个族长, 就是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 米什利墨的儿子比利加, 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 哈德莱的儿子亚玛萨, 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 对他们说, 你们不可带尽这被鲁的人来, 我们已得罪耶和华, 你们还想要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 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 已经有列怒临到以色列了。 于是, 带兵器的人将鲁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 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 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 使被鲁的人前来, 其中有赤身的, 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 给他们穿, 又给他们吃喝, 用膏抹他们, 其中有软弱的, 就是他们骑驴, 送到宗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 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那时, 亚哈斯王差遣人去献亚树诸王, 求他们帮助, 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尤大, 掳掠子民。 非利士人也来侵占弟弟和尤大南方的诚意, 取了博士脉, 亚雅伦, 基迪罗, 缩戈和属缩戈的乡村, 亭拿和属亭拿的乡村, 锦锁和属锦锁的乡村就住在那里。 耶和华因以色列王亚哈斯的缘故, 使尤大卑微, 因他使尤大赤身露体, 大大干犯, 耶和华。 亚树王提及拉皮尼色上来, 却没有帮助他, 反倒欺凌他。 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 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树王, 这也无济于事。 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越发得罪耶和华。 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众神, 说, 因为叙利亚王的众神帮助他们, 我也陷进于他, 他好帮助我, 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 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 将神殿里的器皿都砍碎了, 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 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 又在犹大哥城建立众高丘, 向众别神烧香, 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 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 自始至终都正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耶路撒冷城里, 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 他儿子西西加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第29章 西西加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29年。 他母亲名叫亚比亚, 是撒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加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是, 效法他祖大为一切所行的。 元年正月, 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 他召忠祭司和立位人来, 聚集在东边的街上。 对他们说, 立位人啊, 你们当听我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又洁净耶和华, 你们列祖, 神的殿, 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 我们列祖犯了罪, 行了, 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位恶的事, 离弃了他, 转脸背向耶和华的居所。 封锁狼门, 吹灭灯火, 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 祸险烦祭。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人交到苦难之中, 令人惊骇, 痴笑, 正如你们亲眼所现的。 看啊, 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现在我心中有异语,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力约, 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 我的重子啊, 现在不要懈怠, 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 侍奉他与他烧香。 于是, 立位人歌侠的子孙, 亚马赛的儿子马哈, 亚撒利亚的儿子约尔, 米拉利的子孙, 亚伯底的儿子基士, 耶哈利勒的儿子亚撒利亚, 格顺的子孙, 新马的儿子约亚, 约亚的儿子伊甸, 以利撒凡的子孙, 申利和耶利, 亚撒的子孙, 撒加利亚和马探亚, 西曼的子孙, 耶歇和士美, 耶独顿的子孙, 是玛雅和乌靴, 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 洁净自己, 照着王的吩咐, 耶和华的命令, 进去捷径耶和华的殿, 祭司进入, 耶和华的殿要捷径殿, 将耶和华殿中所有污秽之物, 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 立位人接去, 搬到外头吉伦西边, 从正月初一日捷径起, 初八日到了, 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捷径耶和华的殿, 到正月十六日才捷径完了, 于是, 他们觐见西西家王, 说, 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樊祭坛, 并坛的一切器皿, 陈设柄的桌子, 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捷径了, 并且, 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 所废弃的器皿, 我们预备齐全, 且捷径了, 现今都在耶和华的坛前, 西西家王清早起来, 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 牵了七只公牛, 七只公绵羊, 七只绵羊糕, 七只公山羊, 要为国, 为圣所, 为犹大作赎罪祭, 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 陷在耶和华的坛上, 就宰了公牛, 祭司接血洒在坛上, 也照样宰了公绵羊, 把血洒在坛上, 又宰了绵羊糕, 也把血洒在坛上, 把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 牵到王和惠众面前, 他们就按手在旗上, 祭司宰了羊, 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 为以色列众人赎罪, 因为王吩咐, 将樊祭和赎罪祭位, 以色列众人献上, 王又派立位人在, 耶和华殿中敲驳, 鼓塞, 弹琴, 乃兆大卫和他先见迦德, 并先知拿丹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及先知所吩咐的, 立位人拿大卫的乐器, 祭司拿号, 一同战力, 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凡祭, 凡祭一献, 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 用号, 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 挥众都敬拜, 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 如此直到凡祭献完了, 献完了祭, 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屈身敬拜, 西西家王与众首领, 又吩咐立位人, 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送赞, 耶和华, 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送赞, 耶和华低头敬拜, 西西家说, 你们既然归, 耶和华未胜, 就要前来, 把祭武和感谢祭奉到, 耶和华殿里, 惠众就把祭武和感谢祭奉来, 凡甘心乐意地, 也将凡祭奉来, 惠众所奉的凡祭如下, 供牛七十只, 供绵羊一百只, 绵羊高二百只, 这都是做凡祭献给耶和华的, 又有分别卫胜之物, 供牛六百只, 绵羊三千只, 但祭司太少, 不能拨进凡祭生的皮, 所以他们的弟兄立位人帮助他们, 只等凡祭的是完了, 又等别的祭司自节了, 因为立位人诚心自节, 胜过祭司, 凡祭和平安祭生的之友, 并为各凡祭所献的殿祭也甚多, 这样, 耶和华殿中的事务, 巨都安排了, 这是办的慎素, 西西加和众民都喜乐, 是因神位众民所预备的, 历代至下, 第三十章, 西西加差遣人去献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又写信给以法连和马拿西人, 叫他们到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 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 因为王和众首领, 并耶路撒冷, 全会众已经商议, 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 那时间他们不能守, 因为字节的祭司尚不服用, 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 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 于是定了命令, 传遍以色列, 从别是八支盗弹, 使他们都来, 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 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立守节了, 一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 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 信内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 以萨, 以色列的, 神, 好叫他转向你们, 这脱离亚述王守的渔民, 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 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 使他们荒凉, 正如你们所现的, 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映着景象, 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 就是他永远分别成圣的居所, 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使他的列怒转离你们, 你们若转向耶和华, 你们的弟兄和儿女, 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得以归回这地,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 是怜悯, 你们若转向他, 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一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 传遍了以法连, 马拿西直到西布伦, 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 讥笑他们, 然而亚舍, 马拿西, 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己谦卑, 来到耶路撒冷, 神的手也在犹大, 是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手领平, 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 二月, 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 成为大会, 要守除教节, 他们起来, 把耶路撒冷的祭坛, 和烧香的坛禁都除去, 泡在吉伦西中, 二月十四日, 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与立位人觉得惭愧, 就洁净自己, 把凡祭奉到耶和华殿中, 遵着, 神的人摩西的律法, 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 祭司从立位人手里接过血来, 洒在坛上, 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节, 所以立位人为一切不节之人, 在逾越节的羊羔, 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 以法连, 马拿西, 以撒加, 西部伦有许多人尚未自节, 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 不合所记录的定例, 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 求至善的, 耶和华也赦免他们, 就是那些专心寻求, 神, 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 神的, 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理自节的人, 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 就医治百姓,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 守除教节七日, 立位人和祭司日日送赞, 耶和华用响亮的乐器歌唱献于耶和华, 西西家为劳一切善于教导, 耶和华知识的立位人, 于是众人吃节炎七日, 又显平安季, 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 全惠众商议要在首节七日, 于是欢欢喜喜的又首节七日, 犹大王西西家赐给惠众公牛一千只, 扬七千只为祭武, 众首领也赐给惠众公牛一千只, 扬一万只, 并有树木许多的祭司, 洁净了自己, 犹大全惠众, 祭司, 立位人, 并那从以色列来的惠众, 以及从以色列地出来的外人, 和住在犹大的外人, 尽都喜乐, 这样, 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 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 那时, 祭司, 立位人起来, 为民祝福, 他们的声音蒙, 神垂听, 他们的祷告上到他圣居处, 打于天上, 历代治下, 第三十一章, 这是祭斗完毕, 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 就到犹大的城邑, 打碎众像, 砍下树从, 又在犹大, 遍雅敏, 以法连, 马拿西遍地将种高丘和祭坛, 拆毁境界, 于是, 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 各归各地, 西西加派定祭司立位人的班次, 各按个直线凡祭和平安祭, 又在, 耶和华帐门内侍奉, 称谢赞美, 耶和华, 王佑从自己的产业中, 定出分来为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和安息日, 月朔, 并节期的凡祭, 都是按, 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 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 将祭司, 立位人所应得的分给他们, 使他们专心遵守, 耶和华的律法, 预指一出, 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 新酒, 油, 蜜, 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 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 送来的极多, 驻尤大哥城的以色列人和尤大人, 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 并分别为圣归, 耶和华他们, 神之物, 就是十分取义之物, 尽都送来, 击成堆垒, 从三月击起, 到七月才完, 西西加和众首领来, 看见堆垒, 就称颂耶和华, 又为耶和华的民以色列祝福, 西西加向祭司, 立位人查问这堆垒, 撒都家的祭司, 常亚撒利亚回答他说, 自从民动身将功武送到耶和华殿以来, 我们不但吃饱, 且剩下的甚多,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 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 西西加吩咐在, 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 他们就预备了, 他们诚心将功武和十分取义之物, 并分别未胜之物都搬入仓内, 立位人戈南亚掌管这时, 他兄弟是每位副官, 也许, 亚撒西亚, 拿哈, 亚撒黑, 耶利默, 约撒巴, 以列, 伊斯玛基亚, 马哈, 比拿亚都是独立, 在戈南亚和他兄弟世美的手下, 是西西加王和管理, 神殿的亚撒利亚所派的, 守东门的立位人因拿的儿子可立, 掌管乐意献语, 神的礼物, 发放献语, 耶和华的供武和至圣的武, 在他手下有伊甸, 明雅米, 耶稣亚, 士玛雅, 亚玛利亚, 释迦尼亚, 在祭司的各城里, 供紧要的职人, 无论弟兄大小, 都按着班次分给他们, 按家普, 三岁以外的男丁, 反美日进, 耶和华殿, 按班次供职的, 也分给他, 又按宗族家普分给祭司, 按班次职任, 分给二十岁以外的立位人, 又按家普计算, 分给他们会中的妻子, 儿女, 因他们身功要职, 自劫成圣, 安明派定的人, 要把应得的分给亚伦子孙, 住在各城郊野, 祭司所有的男丁, 和一切载入家普的立位人, 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 行, 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未善未正位中的事, 凡他所行的, 无论是办, 神殿的事, 是遵律法首诫命, 是寻求他的, 神都是尽心去行, 无不亨通, 历代至下, 第三十二章, 历定这些事以后, 亚述王西拿, 激励来侵入犹大, 围困一切坚固城, 想要攻破占据, 西西家献西拿激励来, 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 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 塞住城外的全员, 他们就都帮助他, 于是, 有许多人聚集, 塞了一切全员, 并通流国中的小河, 说, 亚述王来, 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 西西家力图自强, 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 告与城楼相齐, 在城外又住一城, 兼顾大卫城的米罗, 制造了许多标枪, 盾牌, 设立军长管理百姓, 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街上, 用话安慰他们, 说,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弊, 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征战, 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 安然无惧了。 此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 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 就差遣陈仆到耶路撒冷, 献犹大王西西家, 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说, 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 你们倚靠圣魔, 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 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 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这不是诱惑你们, 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 这西西家, 岂不是废去他的重高丘和他的祭坛, 吩咐犹大宇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 在旗上烧香吗? 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 你们岂不知道吗? 列邦的众神, 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 我列祖所灭尽的国, 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 难道你们的, 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 所以, 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迷惑你们, 也不要信他, 因为没有一帮一国的神, 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 和我列祖的手, 何况你们的, 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西拿基利的臣仆, 还有别的话诽谤, 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 西拿基利也写心计较诽谤,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列邦的众神, 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 西西家的, 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 亚述王的臣仆, 用犹太言语, 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 要惊吓他们, 扰乱他们, 以便取成。 他们论耶路撒冷的, 神, 如同论世上人手, 所造的众神一样。 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 先至以赛亚因此祷告, 向天呼求。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天使, 进入亚述王营中, 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 将率尽都灭了。 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 进了他神的庙中, 有他亲生的儿子, 在那里用刀杀了他。 这样, 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 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又赐他们四尽平安。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 将贡物献与耶和华, 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 此后, 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 看为尊大。 当那些日子, 西西家病得要死, 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 赐他一个兆头。 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 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尤大病耶路撒冷。 然而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觉得心里骄傲, 就一同谦卑,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 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 西西家大有尊荣资产, 建造府库, 收藏金银, 宝石, 香料, 盾牌, 和各样的宝器, 又建造仓房, 收藏五谷, 新酒, 和油, 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 并且建立成义, 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 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 这西西家也塞住积训的上缘, 饮水之下, 留在大卫城的西边。 西西家所行的事, 尽都亨通。 唯有一件事,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臣来建西西家, 查问国中所献的奇事。 这件事, 神离开他, 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西西家其余的事, 和他的善行, 都正写在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的异想书上, 和犹大, 以色列的诸王纪上。 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 他死的时候, 由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 他儿子马拿西, 揭许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33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效法,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一交之民, 那可憎的事。 因他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众高丘, 又为众巴利祝坛, 作树丛, 且敬拜侍奉一切天下。 他又在耶和华的殿语中祝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点说, 我的名弊永远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一切天下祝坛, 并在心嫩子骨使他的儿女惊火, 又观照, 用法术, 行邪术, 历灵使和行巫术的多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神殿内立一个雕刻的像。 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点,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我也不再使以色列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好叫他们谨守遵行我及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 律力、典章。 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致他们行恶比,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异交之民更甚。 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 所以, 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在荆棘中拿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谦卑自己。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仍作国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此后, 马拿西在大魏城外, 从谷内积训西边, 直到渔门入口, 建筑城墙, 环绕俄斐勒这墙柱的甚高, 又在犹大哥坚固城内设立打仗的军长。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羽, 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 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 都拆毁, 泡在城外。 重修, 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 感谢祭, 吩咐犹大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百姓却仍在众高丘献祭, 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 马拿西其余的是和祷告他, 神的话并先献奉,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 都正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与神怎样应允他, 他为谦卑以前的罪谦过犯, 并在何处建筑种高丘, 设立树丛和雕刻的像, 都正写在仙剑的书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的宫院里, 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是, 效法他赴马拿西所行的, 祭祀侍奉他赴马拿西所雕刻的一切相。 不在, 耶和华面前自己谦卑, 像他赴马拿西谦卑一样, 这亚门所犯的罪反倒越犯越大。 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接许他作王。 历代至下第三十四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正的是, 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 他作王第八年, 上解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到了十二年, 才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种高丘, 树丛, 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诸八粒的坛, 砍下坛上高高的种下, 又把树丛和雕刻的像, 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 撒在迹象之人的坟上。 将他们祭祀的海骨烧在坛上, 捷径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又在马拿西, 以法莲, 西缅, 拿福他立个城, 和四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 又拆毁祭坛, 把树丛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 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像,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西亚王十八年, 静地静殿之后, 就拆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藩, 成都马西亚, 约哈斯的儿子使官约亚去修理, 耶和华他神的殿。 他们就去献大祭司希勒家, 将奉到神殿的钱交给他, 这钱是看守殿门的立位人, 从马拿西, 以法莲, 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 以及犹大, 遍雅敏众人收据的, 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 又将这银子交给, 耶和华殿里都工的, 转交修理, 耶和华殿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 施将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 修由大王所毁坏的殿。 这些人办事忠诚, 督工的是立位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 俄巴迪, 督催的是戈匣的子孙撒加利亚, 米书兰, 还有善于做乐的立位人, 他们又监管扛台的人, 督催一切做工的, 立位人中也有做书记, 做私事, 做守门的, 他们将奉到, 耶和华殿的钱运出来的时候, 祭司希勒家得了摩西所传, 耶和华的律法书。 希勒家对书记沙帆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便将书递给沙帆。 沙帆把书拿到王那里, 回复王说, 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 耶和华殿里的钱倒出来, 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 书记沙帆又对王说, 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 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 就撕裂衣服, 吩咐希勒家与沙帆的儿子亚西干, 米家的儿子亚比顿, 书记沙帆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 你们去为我, 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 耶和华, 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 没有照这书上所记得去行, 耶和华的列怒就倒在我们身上。 于是, 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 都去献女先知忽勒大。 忽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 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忽勒大住在耶路撒冷学院, 他们请问于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献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如火, 倒在这地上, 总不熄灭。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 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 你便心里静伏, 在神面前自己谦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我听远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看啊,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至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上, 与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寄私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 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 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又使住耶路撒冷和汴亚敏的人都服从这约, 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 神他们列祖之, 神的约,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 是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 历代至下第35章, 约西亚又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 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 又对纳规耶和华为圣, 教训以色列众人的立位人说, 你们将圣约贵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 不必再用肩扛台, 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民以色列, 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 遵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 要按着你们的弟兄, 这名宗族的班次站在圣所, 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 所以, 要在逾越节的羊羔, 洁净自己, 为你们的弟兄预备了, 他们好遵守耶和华及摩西之手所吩咐的话。 约西亚从群处中赐给在那里所有的人民, 绵羊羔和山羊羔三万只, 供牛三千只, 做逾越节的祭物, 这都是出自王的产业中。 约西亚的众首领也乐意将牺牲给百姓和祭祀利为人, 又有管理, 神殿的希勒家, 撒加利亚, 一些将羊羔二千六百只, 牛三百只, 给祭司做逾越节的祭物。 立位人的族长戈南亚和他两个弟兄, 是玛雅, 拿坦叶, 与哈沙比亚, 耶利, 约萨拔将羊羔五千只, 牛五百只, 给立位人做逾越节的祭物。 这样, 贡献的是其辈了。 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 立位人按着班次站立, 都是赵王所吩咐的。 立位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 立位人包皮, 将凡纪班来, 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 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 献牛也是这样。 他们按着律例, 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 别的圣公物用锅, 用斧, 用灌煮了, 速速地送给众民。 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 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忙于献凡计和之友, 直到晚上, 所以立位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 歌唱的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 亚萨、 西曼和王的先见耶度顿所吩咐地, 站在自己的地位上。 守门的看守个门, 不用离开他们的直视, 因为他们的弟兄立位人给他们预备祭物。 当日, 供奉耶和华的是齐辈了, 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于月节, 献凡计在耶和华的坛上。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于月节, 又守除教节七日。 自从先知撒姆尔以来, 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于月节, 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 像约西亚、 祭司、 立位人, 在那里的犹大和以色列众人, 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于月节。 这于月节是约西亚座王十八年守的。 这是以后, 约西亚修完了殿, 由埃及王尼戈上来, 要攻击靠近右发拉底河的加基米狮, 约西亚出去抵挡他。 他差遣使臣来见约西亚, 说, 游大王啊, 我与你何干? 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 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 并且神吩咐我速行,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 因为神是与我同在。 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 改换装束要与他打仗, 不听从神级尼戈之口所说的话, 便来到米吉多谷地征战。 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 王对他的臣仆说, 我受了重伤, 你拉我出阵吧。 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 上了刺车, 他们送他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了, 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和耶路撒冷众人都为他悲哀, 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 追到约西亚, 直到今日, 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 这歌正在在哀歌书上, 约西亚其余的是和他尊重, 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 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 都正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历代至下第36章, 国民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在耶路撒冷接许他父做王。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 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德, 金子一他连德。 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经, 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改名叫约亚经, 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 约亚经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十一年, 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未恶的事。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上来攻击他, 用铜链锁着他, 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 尼布贾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 带到巴比伦, 放在他与巴比伦的庙里。 约亚经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 并他一切的行为都正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猎王纪上。 他儿子约亚经接许他做王。 约亚经登基的时候年8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零十天, 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过了一年, 尼布贾尼撒差遣人将约亚经和耶和华殿里 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 就立约亚经的兄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行, 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未恶的事。 先知耶利尼以耶和华的话劝他, 他仍不在耶利尼面前自己谦卑。 尼布贾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事, 他却背叛, 强项应心, 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中吉思常和百姓也大大犯罪, 效法一交之民一切可憎的事, 并且误会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 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 他们却嬉笑, 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 击巧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 无法可救。 所以, 耶和华使迦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 在他们圣所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钉, 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手。 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迦勒底王手里。 迦勒底王将, 神殿里的大小弃民羽, 耶和华殿里的财宝, 病王和众首领的财宝, 都带到巴比伦去了。 迦勒底人焚烧, 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 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凡脱离刀剑的迦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 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壁, 直到波斯国兴起来。 这就应验, 耶和华及耶利弥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 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 只满了七十年。 波斯王赛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及耶利弥口所说的话, 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赛鲁士的心灵,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 说,波斯王赛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 神已将地上列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 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 神与他同在。 也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